病例字述近期曾收发过国际邮件 对此我们进行了全面的调查采样和检测 该国际邮件于1月7日自加拿大发出 途经美国及中国香港到达北京 病例于1月11日收到邮件 病例字述在此期间其仅接触邮件包装外表面和文件纸张首页 未接触包装内表面和其他纸张 以采集该国际邮件环境标本22件经核酸检测均为阳性 并检测出奥米克戎变异株特异性突变位点 截至目前在运输途中可能接触人员共8人 除病例外其接触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此外采集同意来源发往另一地点 赏尾拆封的国际邮件环境标本54件 检出5件阳性 检出5件 检出5件 检出5件